啊 差一点 学生拉弓射箭虽然没射中 不过再接再厉 24号桃园陷阱局大西分局 在桃园复兴乡举办 泰雅文化之旅体验营 近40位桃园地区学生参加 除了体验泰雅族传统生活习俗 射箭与放陷阱之外 也参加泰雅文物馆 以及复兴乡具有代表性的彩虹桥 深入了解泰雅文化 各族文化都不同 也有信族的不同 像那个列东西的话 就是比较少的 可是就很少 偶尔看 很少看到就是会 就是有种族可以去列东西 男生就被狩猎了 女生呢 好像是会直捕 女生文面是要文 那个脸颊跟头上方 男生文面是要 这边跟下巴 每年大西分局 寒假期间都会办理青少年活动 主要拓展青年学习 首次来到了复兴乡 希望透过文化交流 让学生从中学习尊重 多元文化与团队合作 泰雅的文化体验营 我们也希望说 利用这个体验营的机会 关怀青少年 让他们学习到彼此的合作 互助 寒假到了该怎么利用放假时间呢 这群学生们 透过活动的方式 来增加自身生活经验与事业 留下难忘记忆 就怎么这般歌色 桃圆复兴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